我覺得7.1他們所說的遊行 其實現在是一些政治的包裝 其實主要目的顯然意見都是籌款 香港的籌款分兩種 一種就是慈善籌款 就要去社署那裏申請 而是非慈善的一些公開籌款 這些是屬於民政事務總署 如果沒有這些牌子的話 就叫做非法籌款 根據香港法例第228章 簡易程序自罪條例 第4條17本沒有領牌的任何籌款活動 即屬違法 一經定罪可以判罰500元 或者監禁3個月 香港是法治的地方 任何一切的言行都要根據法律 一切的人士如果因為一些非法行為 而承受一些法律後果 是理所當然的 尤其是一些政治的人 沒理由選出一些時間 企圖用一些谷俗的力量 拿錢 拿完的錢 是否真的用來打官司 是否真的用來做他所指的事 其實是不分析的 其實捐錢的人 他都有權利 其實應該是清晰透明 如果警方不在最快時間 打擊這些活動 有可能是縱容一些行騙的罪行 解決了 你看看 連架的電話